台积电开出商业情报分析师职缺 条件限定政治学博士 工作内容包括研究美中台关系政治经济分析 人力银行专家指出要懂半导体产业 还要精通政治学、经济学 这类的国际型人才在全球市场堪称是炙手可热 预估年薪至少400、500万起跳 科技厂商来讲 他们要掌握一些跨国的政商关系 才能够确保他们在国外设厂 或者是一些订单 甚至原料来源的稳定性 因为毕竟现在地缘政治的问题 如果有一些冲突的话 可能对他们一些企业的营运会有影响 可能也要有一些当地国会人脉 以及一些大党的关系的人脉的建立 2018年美中贸易战爆发 半导体成为全球战略产业 使得台积电必须面对地缘政治风险 台积电近年相继宣布在美国日本布局 早在2019年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就预言 台积电将成为地缘政治的兵家必争之地 台积电15号低调证实 有开出商业情报分析师职缺 希望招募到拥有优异资料分析技能的政经领域人才 协助公司进行市场研究 以及政经相关分析 至于薪资福利方面台积电则没有正面回应 新唐人亚太电视高建伦张元亭台湾台北报导 新唐人亚太电视高建设计 不顶化宣布 最后建设计 中文欧太电视高建设计